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今天的话给兄弟们解说一把雪山的五转远 vs 尼龙车牌哥的一个宙斯普陀 对面的话 嗯 对面雪山 转眼就是就是雪山的转远 专业户啊 就是专门 拿雪山的一个五五转远啊 就基本上12个月对面的话得 可以 拿六个月的转远 也是非常有实力啊 观战番的话 宁龙车牌的一个宙斯普陀 观战番的话 宙斯普陀的话也是特别的毒啊 你们可以看一下对面的紧箍咒啊 里面的话是变了一个修罗鬼的鬼的卡片 观战番的话变成是一个八舌卡 两边打的是一个环弓的一个单挑的一个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一个毒加一个咒 一个回合 两千三百点血 真的是非常的毒 我反正觉得呀 我觉得 不是我说啊 我觉得这个 斯托宁的话 打这个宙斯普陀的话 你说有没有赢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打一些比较低端的宙斯普陀 我觉得有有赢的可能性 打 就是打这一种高端的宙斯普陀了 我觉得 赢的可能性的话 就除非观战番 电脑死机 电脑不死机的话 我觉得都非常的困难 对面的话是天魔解体 天魔解体的话可以极限提升自己的一个伤害 对面的话出了个 陆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打到了对面的一个九转 那对面如果说再打两回合的话 应该就是要招小孩 那如果说小孩没有高级神技 观战番的话一把紧箍咒挂给小孩的话 那对面 应该也是撑不了太久啊 我我我感觉这个 这个宙斯普陀单挑的话是有点毒啊 兄弟们 就跟就感觉根本不不不需要出宝宝 你看 比赛的话17回合 而且对面的配速比观战番要快啊 里面的话出了个小孩 OK小孩 小孩没有高级神技 对面的话一把年环机 头顶163 这也是非常高啊 差一丢丢 观战番只需要人物给自己顶要就可以了 11回合 10回合生的 对面的所有配速都要比观战番的人物快啊 对面拉起 之后直接锁博比赛23回合 打不了